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我们提高公众对于心肺复苏救治的勇气 普及培训和基本知识 实现护救和他救的能力 让我们共同努力来挽救生命 关爱健康 新血管疾病是违害我们居民健康的第一杀手 我们从发展的国家到发达国家 那么新领导心肺疾病都是由于它的发病率高 制裁率 那么死亡率高 是我们目前社会的一个非常大的负担 在两年前 中国的一大批的心血管专家 流行理学专家 一起制定了一个指标 这个指标我们叫中国心血管健康指数 政府可以利用心血管健康指数 每一个地方 我们的政府的投入 政策的致敬 可以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防治呢 起一个制导作用 那这样以后呢 我们要通过媒体传击给我们的居民 让我们的居民曾早抓起 预防抓起 坚决检验 近期查起 做到爱自己 爱家人 锻炼身体 管爱社会 管爱身边的每一个人 那这样以后才能够真正实现 健康中国2030的空谓目标 为早日事件 中国心血管疾病的发病 跟死亡的拐点的早日道 来努力奋斗 关注心脏健康 你我共同承诺 关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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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健康 你我共同承诺 关注心脏健康 你我共同承诺 将心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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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